你那个建材店生意怎么样 我的建材店是一个有500平 然后是有加工厂 有自己囤的货 然后生意还蛮不错的 是你自己开的 还是跟几个兄弟合伙的 跟父母 家里边的 对对 做几年了这个生意 做了20年左右吧 但是我只做了五六年 我听得出来 你要做了20年 估计是从六七岁开始的 这个也不合理 2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刚刚在VCR中 有看到就是 你在工作的状态中 是比较主动的 是积极的一个状态 那么你在现实生活中 比如说遇到喜欢的人 或者是对自己的女朋友 会主动去做一些事情吗 这是肯定会的 就遇到喜欢的人 也会去主动地去追吗 当然是 就是主动出击的那种 就是比较有勇气吧 如果你们两个吵架了 他生气了 你会主动地去哄他和认错吗 那肯定的呀 为什么不 对 你一个为什么不 把我问蒙了 好像说的是挺有道理的 挺好的 谢谢 他说话有一种蒙蒙的 但是又很坚定的 不管他听懂没听懂 他都很坚定 这个男嘉宾 不是咱们原来担心的那种回避型的 他是特别实诚 直接 他特别容易打开自己 你看那个小片里 他可以去招揽生意 对 他特别容易跟人建立关系 他是一个很热情主动的性格 而且有他的一种独特的幽默 而且他的夸奖 就会显得很真诚 不是那种油腻式的夸奖 包括他刚才说为什么不 你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 所以我也回答不上来 就挺好的 你看到我们这儿来都是夸你的 有没有发现 我说下次再来是不是不太好